我们如果说要从那个for回圈的概念 来学习画回圈的话 那里面大概会有几个 我就把那个前面加总1到9 这个module把它复制贴上好了 那我把它改一下 后面再加一个坏好了 就是说如果我直接改 有时候改完之后 我旧的东西就不在 那我干脆讲 直接加一个新的 把它复制贴回去 那用这个来改 那特别注意 那个画回圈 它的概念呢 主要的差别应该是在 就是它把那个for回圈里面 总共会有三个 三个主要的要素 把它拆开来 特别注意哦 如果我今天 假设我今天是 这个是for回圈 是1加到 1加到99 如果说我把它改成坏回圈 特别注意哦 这边你要记得就是说 for回圈里面 总第一个有初始值 所以呢 必须先把初始值拆开来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坏回圈 第一个初始值哦 你要把它放在 它这个回圈的上方 加一个初始值 那比如说我今天初始得 i等于1好了 从1开始 第二个的话呢 把那个for回圈里面哦 假设这个地方把它处解一下 把它写到 写到这个下面 那第二个就是 逻辑判断 一样写在这里 话有什么呢 当i怎么样 什么情况进入回圈呢 当他小于100的时候 把冒号 意思就是说 他这个词 1进到回圈 帮我累加 2在累加 3一直累加 累加到 到了嘛 到他是 99还是进 但100 他已经等于了 那等于的话 实际上 就 就是 就是不是小于了 那就会跳离回圈 那不过特别注意哦 这边还有一个地方 要特别注意哦 第一个就是说 呃 画回圈必须把初始值 搬到上方 然后呢 条件一样放在这边 啊刚刚那个for回圈是放这边 有没有 放的位置有点不太一样 另外呢 画回圈 还有第三个 就是 他的步进值 所谓的步进值这边 其实for回圈本来 理论上应该要有个step啦 step1 他只是说因为step1 预设不用打 但是画回圈呢 你特别主要 一定要再多增加一个step 那那个 他因为画回圈 他不会像for回圈 会自己帮你换下一个 forness 他其实有ness的概念 下一个下一个 那画回合回圈呢 他就会一直 反正跑 所以如果你要下一个 你要增加一个的话 你变成你要什么 i等于什么 i必须等于i加1 变成说你要再加完之后 你一定要自己再怎么样 帮他 再写一个 步进 加1的这个动作 如果你没有加的话 那就会造成无穷回圈 因为他i等于1 下一次还是i等于1 他永远i都是等于1 那就跑不出这个回圈 就无穷回圈就卡住了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的注意 那当然我前面讲过了 你i等于i加1这种写法 除了这样写法之外 你还可以写前面讲过 精简的写法 i加等于1 这样也OK 那看个人习惯了 如果你不习惯 i加等于1 就写i等于i加 也OK啦 只是像VBA里面 一定要写i等于i加1 你不能写i加等于1 他看不懂 那Java Java也可以写这样子 OK 所以这边特别注意 那我们把它run一下 所以特别注意 重点 刚刚我们的那个初始词 记得写在上面 逻辑 请你写在这里 步进的话呢 请你写在下方 所以他等于是把 本来放回圈三个要素 拆成三个东西 并且放在三个位置 好麻烦 所以如果说 以这一题来看 如果你放回圈 跟话语圈比较 你当然直觉都知道 写的话 当然要写 就用4已经比较简单 OK 那把它执行 给各位看一下 那执行完之后呢 当然呢 结果应该会是 一样的 4950没错 那如果说 后来我们有演变嘛 比如我要基数的 那基数的话 之前是这边 把它改成step2嘛 对 那其实这边就变成 i加等于2就好了 也就是他 他初始是1嘛 进来之后 他符合这个逻辑 进来之后 帮我加了 所以加完之后 i加等于 i等于 i加2啦 意思是说 1再加2变3 3再加2变5 那不就刚刚好 就是基数的 所以 一样的道理 把它直清一下 那就OK 所以记得 拆成三个部分 那这一题 OK之后的话 请各位一样 把那个99惩罚表 你可以把它copy一下 我是建议的 你不要直接改 因为改了之后 你可能就 旧的就不见了 所以我的习惯 贴上之后 然后把它改一个 后面加一个 whire好了 然后whire 再把它打开 因为如果你没有 把它打开的话 那会发生错误 那改的方法 记得 一样 有点像背公式 你怎么样 第一个 先在他的上方 把那个 他的变数 i等于1 初始时 先打上面 2的话呢 你就这个 注解掉 我们先不要删掉 然后在他的下方 打一个whire whire什么呢 whire 10的话 就是i 当它小于10 冒号一下 然后 记得要步进的位置 就是当程式 跑完之后 再把它加1 跑完的话 基本上就是 当它print之后 你可以写在print 上面 也可以写在print 理论上是print 下面好了 然后呢 就是i 加 等于 i加等于1 ok i加等于 或者i等于i加 也可以 好 那这样就改完了 我们把它print 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 拆开来 拆开来 步进 ok 不过 你想说一个whire 一个fork 可以啊 没有影响 反正它跑 还不是照跑 对不对 只是说一个是whire 那你会两个都改 也可以 我们先改一个看看 一个改完 看能不能成功 如果可以成功的话 那另外一个 跑出来一不一样 一模一样 没有差 那j的话呢 改法也是一样 所以你可以讲 背口诀嘛 j等于1 就是先写在上面 再来就是坏 这个你可以注解 或删掉都没关系 然后把这一边 再把它改 记得 那个tap一下 那干脆拿这一行来改 比较快 这边把它改成j 然后当它print完之后 记得就是 帮它步进一下 加等于1 这样OK的 那其他不相干的 如果你觉得OK 已经有信心的 你就把这些po 删掉 这个也可以删掉 OK 所以特别之后 它的结构一定是 初始值 条件跟步进 分别拆在不同的地方 执行看看 应该OK了 有没有 一模一样 只是说真的 拆成上的地方 变得多两行 两个多两行 这看起来好像结构 如果跟刚刚的 那个4回圈比起来 4回圈感觉就是 有没有 如果你写的话 应该没有人会 想要写 画回圈吧 OK 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前面练习过的 那个加种 改成 那个 画回圈 那改的方法 有固定逻辑 所以如果未来 你们要写 画回圈的话 大概会有 这些要素 通常一定会 有个初始值 然后呢 如果你要下一个 就要步进 不过这个部分 因为 是算一个数字的范围 所以看起来 4回圈比较适合 你用画回圈不适合 那什么地方 比较适合画回圈呢 后面还有相关范例 其他地方 也许你 这个地方用画回圈 好像比较 比较适合 不过 大体上看起来 4回圈 其实相对的 比较适合 大部分的状况 画回圈 相对的比较少 OK 以我自己的个人经验 所以 实在没有必要 大概也不会用画回圈 用画回圈 几率可能高一些些 那当然 不过也要看 你们实际上 就是处理的工作内容 如果说很多东西的位置数 位置数 不是范围 不是范围 那一定要画回圈 这部分请各位熟悉一下 把之前写过的 4回圈 试着改写成 画回圈 当然也包含就信号输出 所以你刚刚写的信号输出 一样可以是写成画的版本 这个没有问题 而且说真的 每个人的习惯也真的不一样 因为我发现有的时候 我习惯用4回圈 但是很多工程 就刚好颠倒 就什么地方 都一定要用画回圈 我又很搞不清楚 明明你可以用4回圈 你为什么不用 不用4回圈 你就喜欢用画回圈 所以我刚刚讲过了 真的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所以 写出来程式也弯弯去 不一样 但是我追求的就是说 程式的最小化 可能我希望 我如果写了 我一定要想 哪一个程式比较短 我就用比较短的写法 没事干嘛写那么多 写那么多 感觉看起来就觉得不舒服 我的习惯了 OK 第二个的话 就是你那个逻辑 是不是能够 将来你在看程式 是不是能够比较直觉 如果你写这个回圈 跟用另外一圈 比起来好像 感觉画回圈绕一大圈 那你不如用4回圈就好了 对不对 一看一目了 你看4回圈后面 初始词 然后逻辑跟布竞 都在一个刮壶里面 就搞定了 那没事干嘛 不要把它拆开来 对不对 像写 写用话 有比较厉害吗 好像也没有 我只是提供我个人的 写程式的一些 写作心得 所以当然 你这边也可以再斟酌一下 程式并没有标准答案 最重要是 你要能够写得顺 而且最好就是 有写出你自己的味道 OK 你写出来 看程式 这我写的 那就对了 OK 如果你再看一看 感觉很陌生 那那种写法再怎么好 再怎么高干 我觉得也 不见得适合你 你可能再怎么样 你还是不习惯 像人家写得再好 都还是不是我的 我第一个直觉 就是把它改成 有我的味道 改成我的味道 这是我写的 对不对 不然的话 终究还是别人的 写得再好 还是别人的 这一点 我觉得慢慢 可能 也要花一点时间 去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那个程式 是经过你思考的 跟没有经过你思考的 结果会不一样 你想过的东西 以后真的 你就很直觉 就可以把它打出来 根本不用背 像这种东西 完全不需要去背 可以试一下 就是把4回圈改了 快回圈